就是先錄製大樂透下載 然後改成P次 兩個變數 然後再來就是 加了一個自動調欄寬 然後刪除列 所以如果你要 因為這個其實可以不用做按鈕啦 不過我是覺得就是把它分開 讓大家知道一下 假設我把它刪掉 我其實還可以再寫一個刪除範圍 然後按下它 它會自動 當然我把那個刪除列先給拿掉 我們獨立出 因為這邊每一個都有每個列 然後我可以按下一鍵 它會把我把底下的那個多餘的列全部都拿掉了 所以沒有了 OK 不過而且它瞬間啦 你剛剛沒感覺啦 不過因為已經做完了 那VBA厲害的地方是 瞬間幫你全部處理完的 那感覺其實還蠻棒的 不然的話你真的就慢慢弄了 尤其你資料量越多的時候越痛苦 哇 因為做不完 那但是做完之後還有 再來就是把這個 變成什麼呢 六個 六個號碼 然後把這一欄 看來把它刪掉好了 沒有必要保留 那我們怎麼做 這個先拿掉 這個等於是示範一下 這個變成六個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我在雲端上也有給各位參考 我的做法是 就是 底下資料剖析這部分 第一個呢 我是利用錄製聚集的方式做 因為當然你也可以用VBA來寫 不過用VBA來寫 相對的比較 可能困難一些些 那資料剖析大家都會用 只是說你要把這整個流程 變得很順暢的話 我先把這一段 其實最後做完就類似像這樣 我先把這個demo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做完之後的結果 我們就直接來這邊先給各位看一下 假如說我在刪除列下面 又多增加一個資料剖析的話 然後我們剖出來 大概是這樣 我先讓一次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它 我上面都有註解啦 先游標放在D1 然後做什麼呢 D1 輸入1到6的編號 所以基本上 1 我是RAN取D1.slater 然後這個地方就輸入1 意思就是把舊的蓋掉 然後呢 再把它向右怎麼樣 向右填滿 填滿之後就是1到6 意思是說這邊有1到6號 然後我做什麼呢 再把資料 資料剖析過來 然後幫我把這邊的6個號碼 自動放成6個欄位 再把這6個欄位 自動調整欄寬一下 我先DEMO全部給各位看一下 最後做完類似像這樣子 1到6號呢 就全部做完 但是呢這個欄寬 所以最後做完就是 多一個特別號 特別號本來是在右邊 那我沒有調整 其實最後其實還可以再做一個 欄寬自動調整一下 這樣會更好 或者甚至這邊全部都欄寬調整 會已經調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該怎麼做呢 基本上呢 我在雲端上有那個步驟 所以我們按照步驟來做 那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一一我把這一段陳詞 再把它刪掉 我們重做一遍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我要做剛剛那個動作 那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是不可逆的 所以 怎麼辦呢 坦中SHIP向下 讓它重新再跑一次好了 就是讓它重新產生一個新的資料 P4也刪除列好了 全部再幫我產生一個新的 那產生一個新的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錄製 那錄製的步驟 請各位盡量參考我雲端上面那個步驟 然後呢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一 先錄製聚集 然後呢 把那個名稱加上去 叫 這個名稱我想 你叫其他也OK啦 我叫資料剖析 直接用這個上面的名稱 按確定 2的話呢 游標放D1 它會多一行 叫rangeD1.slate 所以特別注意 你游標不能直接就放D1 不然的話 你再怎麼點 它不會產生那一行 2的話呢 直接什麼 輸入1 意思就是說這個D欄 裡面放的是1號 然後呢 向右填滿 所以按按鍵鍵 123456 OK到6 好 它應該會自動Auto Fill 幫你填上去 好 1到6 OK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游標再放在 這個B1 B2 因為我要剖析的資料是從B2 到它的最下面列 所以記得喔 這邊可能要用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選取 把你要剖析的資料選起來 好 記得不是選整欄喔 因為如果你選整欄的話 那它就會怎麼樣 連那個 連那個上面B1 也幫你剖析啦 B1不用剖啊 B1裡面是欄位名稱 好 那再來做什麼 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那它會問你說 那你這邊是按照什麼方式來幫你剖析呢 喔 我要按照的是分隔符號 好 下一步 分隔符號裡面呢 你要按照什麼呢 欸 逗點 剛好 它預設是逗點 下一步 在最後一個問題 它會問你說 那你最後你要把這六個號碼剖析到哪裡 幫我剖析到D2 OK 它就幫你怎麼樣 從D2 E2一直幫你排列到 反正六個號碼 就剖析六個欄位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那最後呢 就做一個動作 把B欄怎麼樣 刪掉 就完成了 OK 我們大概就是做完這個動作 然後呢 做完之後呢 再把它跟剛剛的P次大樂透下載 然後那個刪除列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就可以一鍵完成了 所以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還有自動調欄寬 不過我先把它那個錄製先停掉 停止錄製 停止錄製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呢 它會幫我在這邊有一個叫這個 編輯一下 它會放哪裡呢 不過理論上 它好像會另外放一個新的模組 它本來應該是印象 理論上應該放下 不過它沒有 它另外再幫你產生模組2 但如果你不喜歡它這樣 你可以把它剪下來 搬到模組1裡面 放到它下面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這樣好處是放一起啦 如果你要分開沒關係 這個不影響 我是建議你剛才先放一起好了 把它移除掉 OK 然後呢 最後呢 你只要做一個什麼 在這個下面 多一個叫資料剖析好了 3 就是資料剖析 然後剖析完之後呢 再去做自動調欄寬 因為剖析完之後可能還在做一次 所以你不如就是最就是好 那個 然後這邊的話就打一個call 也就是說呢 你的聚集也可以用call的指令 幫你怎麼樣呢 做那個 然後這邊的話 把資料剖析 這邊把它複製過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下載完 刪除列 再資料剖析 再自動調欄寬 這邊把它改4號 好 完成 我們驗證一下 所以如果我希望看到結果 就是要的 那就開個新的空白工作表 然後呢 再到這邊 直接就是 直接就執行這個 把它執行 它會全部下載 刪除列 自動調整欄寬 感覺應該OK 頂多是說你如果要讓它更完善的話 你就是直接什麼 再增加一個什麼呢 刪除資料 有沒有 刪除資料就range A1到它最下面一列 delete掉 這樣子 所以可能有兩個按鈕了 一個是 增加一個什麼呢 就是讓你什麼 批次 那個下載大樂透 大樂透下載 另外一個就是清除舊的資料 這樣的話如果有新的資料呢 你就可以全部把它下載了 按下它 全部下載 OK 然後另外的話呢 再增加一個 按鈕 不過那個按鈕的話叫清除 我們其實也可以 在這邊的話就是 程序叫做清除 這個我想之前有寫過啦 我就大概 寫的寫法就是range 然後我們可以用什麼 從A1 假設我要全部清除的話 或者你乾脆不用了 你乾脆這樣 用那個sales sales點 sales指的就是 這個工作表裡面所有的儲存格 幫你怎麼樣 清除的話就是clear CL clear contents 裡面的資料幫我清掉 這樣子 這樣子寫 就等於是裡面的資料全部清 我們試一下 sales clear contents 全部清掉 那最後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一個 再複製貼上一個 那這邊的話就是 再去指定那個清除 好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然後就按下它 出來了 不過因為它從那個網路上下的 它再清除 不過會有個問題哦 有沒有發現 按鈕會動哦 有沒有 對 所以如果你將來 假設你不希望有沒有 不希望按鈕亂動的話 按右鍵 物件格式 裡面的話有個摘要資訊 大小位置哦 大小跟位置哦 有沒有 隨儲存而變哦 改成什麼呢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格而變 按確定 好 試一下 現在應該就完美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一系列的 如果會的話 真的很快 兩下就做出一個功能 感覺好像隨時 都有一個新的東西產生 按下它 網路上如果update了 按下去 自動就有了 清除 OK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好那剛剛的動作 細節部分 一先根據資料 剖析先錄製 錄製完之後呢 可以把它搬在一起 跟那個 這個刪除列放一起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用 call的方式 再到這個下面去加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有些細節 因為可能有些 比較是連貫性的 假如有些細節 如果一下沒辦法聽懂的話 沒關係 我會把它錄下來 我建議回去 你就是自己在找一些時間 一定要就是 再把你不會的部分 再反覆聽過啦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自己動手做一遍 兩遍 甚至是找一些網路上的資料 可能跟這個大陸有一點關係 跟你工作上有一點關係 反正你就是去練習 那有問題的話呢 當然有歡迎 你們可以提出來 然後呢 也許 反正就是見招拆招啦 有問題其實都是可以被解決 只要是滑鼠鍵盤能做的 VBA都能夠幫你全部自動化 這個我想也是目前 大家都需要的啦 因為這個自動化效率 第一個要提升 你才有辦法再講到下一階段 什麼AI人工智慧 跟那個所謂的大數據分析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有一個階段性的 我想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